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三肚子里的孩子还没有满五个月 也许是觉得线索不够明朗 让网友不好猜 该狗仔特意精选了网友的留言评论 还进行了回复 再度提供了一些线索 在回复网友评论时 该狗仔直言 该电影影帝来自港圈 夫妻俩没有孩子 狗仔精选的网友留言 则是对电影影帝妻子的夸赞 网友称 电影影帝的老婆很清醒 她知道孩子生下来后 电影影帝不会跟孩子的妈妈结婚 而孩子也会因为私生子的身份遭到歧视 电影影帝还会被人威胁要钱 因此将孩子打掉 不管是对电影影帝还是对电影影帝的小三都是好事 根据这些线索 网友怀疑电影影帝是梁朝伟 而拉着小三打胎的是刘嘉玲 一直以来刘嘉玲做事果断 将梁朝伟的大小事物搭理得特别好 她是能做出这样事情的人 拉小三打胎 符合她的行事风格 而这个小三疑似是拍色计的汤维 色计到底是不是假戏真作 2006年 汤维被梁朝伟折磨得浑身无礼 拍摄结束时直接抱头痛哭 虽然最关键的那三场戏只有短短七分钟 但却是汤维和梁朝伟拍了七天七夜才呈现出的画面 最关键的那三场戏将两人都累到虚脱 在炎热的夏天 汤维和梁朝伟在室内拍摄十几个小时 这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享受 而是无法言语的身心折磨 所以在拍摄结束后 两人都抱头痛哭 鬼闻真情欲戏 可说是该片的名场面之一 过去有媒体问到这场戏 梁朝伟表示 在身体相互碰撞的时候 确实如假戏真作 汤维的回应更直接 电影里我们只是在做生孩子该做的事情而已 汤维在一次获奖后的访问中 被问怎么看待与梁朝伟的激情戏 他直指 那些闯戏镜头很讲究技巧 梁先生很照顾我 关照我 他的配合让我很舒服 此话一出 不止网友炸锅 还有传闻指出 刘嘉玲在电影首映会上 看到一半就因受不了大尺度画面 中途臭脸离场 而汤维一句 我很舒服 更是让刘嘉玲气炸 恰恰那段时间 他与梁朝伟闹分手 也让暴走传闻甚嚣成上 汤维的口碑更是直线下滑 刚到手的代言也被紧急撤回 虽然没有明令禁止封杀汤维 但在娱乐圈这个见风使多的地方 所有人还是集体对他避而远之 就连未婚夫田宇也与他分道扬镳 更糟糕的是 除了汤维 还有董洁 周迅 张曼玉 抓了半辈子的奸情 刘嘉玲也累了 据相关媒体报道 刘嘉玲的亿万家产 将由他的亲侄子刘兆恩继承 刘兆恩是刘嘉玲的亲弟弟 和弟媳所生的唯一的孩子 一家人关系很好 刘兆恩生日 刘嘉玲亲自操办庆生宴 晒出合照 侄子稳居C位 刘嘉玲还陪侄子到处看球赛旅游 带他参加一些高端派对 介绍圈中的好友给他认识 虽然刘嘉玲并没有向往娱乐圈发展的意图 但通过刘嘉玲认识了一些社会的上层人物 总还是长了见识 比普通人强多了 刘嘉玲带侄子参加品牌的一些活动 让他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 因此 刘嘉玲在人脉和见识上 远远超过了同龄人 起点就很高了 刘嘉玲在娱乐圈打拼了将近40年 积累了亿万身家 将来不再了 这些身家总得有个人继承 如果让你找出于千里的一对怪夫妻 明明很不配 却偏偏就要在一起 结婚了还不造小孩子 导致如今老来无子 天各一方 最终分居 你一定会猜到是梁朝伟和刘嘉玲 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那么怪 外人看起来一点也不合适的两个人 却几十年恩爱如初 平平静静过到现在 也算到了白头 虽然梁朝伟的爱情故事中 刘嘉玲并不是第一个闯入者 虽然在刘嘉玲闯入后 还有一朵白玫瑰张曼玉 然而最终白玫瑰凋谢 刘嘉玲成了红玫瑰 却并没有成为梁朝伟衣领上的一粒饭粘子 近日梁朝伟的人生半山腰发布后 很多人突然发现时间过得好快 不知不觉梁朝伟已经陪伴我们四十年 而他却说自己入行四十年 人生半山腰继续往山顶出发 梁朝伟很怪也很可爱 为了在日本成功隐居 他故意不学日本话 因为那样就可以避免和日本人说话 而且他在日本隐居离开香港 也就正好可以和刘嘉玲分居 为什么天知道 梁朝伟不说没有人能猜得到 虽然梁朝伟在片中说的更多是自己的电影 以及演技之类的纯艺术感悟 但网友们还是更感兴趣 他和张曼玉的神秘过往 以及他和张曼玉刘嘉玲之间 被人疯传的三角恋 那一年 梁朝伟38岁 张曼玉36岁 刘嘉玲也36岁 但梁朝伟几乎从来没有和刘嘉玲在一起演过 哪怕一部戏 却和张曼玉仅仅为一部戏变成为经典 那部戏的名字是花样年华 戏中的周沐云梁朝伟问苏丽珍张曼玉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 你会不会和我一起走 但最终上传的不是张曼玉 而是刘嘉玲 梁朝伟曾说 张曼玉是唯一一个让我疯掉的女人 可他却转身娶了刘嘉玲 很明显 疯的女人不适合结婚 只适合恋爱 在这一点上 梁朝伟很难认 梁朝伟基本没朋友 除了周星驰 但现在他们俩人也很少联系了 因为香港渔圈可怕的传出一句 亡不见亡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也许友情永远比爱情来得更舒服 更滋润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当年梁朝伟是同时认识了刘嘉玲和张曼玉 两个小妹妹不仅同岁 还同是她的同事 于是一个三角恋的故事开始写下第一笔 那时的张曼玉演技还没有经过周润发的前妻 于安安的初恋耳东声用心调教 所以经常被梁朝伟调侃 甚至嫌弃 但也许有一种爱情 就是在看得上与看不起之间悄然萌生 打打闹闹之间两人暗生情愫 或许两个当事人并没察觉 但一个局外人却火眼睛睛 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指着他俩说 你俩好般配哦 但梁朝伟那时爱的却是另外一个女孩 刘嘉玲的亲闺蜜 曾华倩 也许因为是真爱 两个人太较真 总是对对方吹毛求疵 严厉苛刻 结果几年下来 两人三分三合 每一次都是好闺蜜刘嘉玲从中劝合 最后一次分手 据说是刘嘉玲烦了 爱了 所以再也不劝两人复合 索性自己亲自上阵 与梁朝伟谈起了恋爱 当梁朝伟与刘嘉玲亲情我我之时 张曼玉也在和耳东声甜甜蜜蜜 果然 演员和导演好上后 那演技是蹭蹭蹭地往上窜 在于耳东声好的那段时间里 张曼玉成了香港演习圈黄金女星 风头无人能比 但接下来这两个女性的命运 却都被命运狠狠地摆了一刀 一个被耳东声这个准渣男挥手甩掉 一个被黑道中人绑架勒索 人不到遇难时 根本就不知道谁最爱你 现在看来 正是在那个时候 梁朝伟才知道 自己的心里其实放不下刘嘉玲 虽然她一直都没有下定决心 要和刘嘉玲结婚 但在刘嘉玲发生那件事后 她站了出来 站在刘嘉玲身边 甚至还动了一点 要和她结婚过日子的念头 准备就此交代自己的一辈子 幸亏没有 否则 她就遇不到花样年华中的张曼玉了 已经与她平时看到的张曼玉 一点都不一样 让她发疯 让她痴迷 倩言万语只能用一句话形容 张曼玉是唯一一个 能让我疯掉的女人 可惜两人只是在演电影 剧中 两人的爱情也就剧中了 多年后 梁朝伟左手拉着刘嘉玲 右手牵着张曼玉走上红毯 面对万千尽头 心里春风得已 她知道 她这样做 那些狗仔们会疯掉 一个狗仔拦住她 问她此刻的心情 她说 想永远留在2000年 因为2000年 她和她走进了花样年华 那一年 她是周慕云 她是苏丽珍 那一年 她有一个爱人 名叫苏丽珍 彼时 梁朝伟还没有下定决心 要和刘嘉玲结婚 如果心乱了 真的会有很多机会 但不知为什么 梁朝伟始终没有迈出那一步 最终在八年后 梁朝伟终于还是低头于现实 扔掉白玫瑰 取了红玫瑰 但两人结婚后 却一直没有造小人 是不是最终导致两人分居的原因呢 有网友说 梁朝伟和刘嘉玲都没有孩子 这么好的基因没有得到延续 多少有些遗憾 也有网友说 爱情在人的一生之中 回头看看 其实占的比例太小了 还害人生里的一朵浪花而已 还有网友说 在那张他们三人牵手走上舞台的照片中 梁朝伟和刘嘉玲是牵手 和张曼玉是食指相扣 照片说明了什么 那谁知道呢 只有天知道 要不你去问问梁朝伟 众所周知 聪明的人 结婚都不会选那个最爱的人 容易吵架 无法心平弃和过日子 梁朝伟曾经说 嘉玲是那种很疯 很爱搞party的人 我的性格很内向 当我回到家里 听到了嘉玲的笑声 我就又回到了人间 所以梁朝伟现在 为什么要一个人隐居日本 与刘嘉玲分居呢